嗯 開始 嗨 大家好 我是劉一亨 我們是那個中部地區物件書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最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物件 那我們現在來到苗栗 佐蘭 佐蘭它這邊是一個露營區 距離市區大概將近20分鐘的車程 這邊算山上海拔大概600公尺 海拔大約600 那我們今天要賣這一間 這一間多少錢 868 868萬 本來是1000多萬對不對 對 本來是1080 現在降價 降200萬 所以特地跑來拍這一間超高CP值的農木用地 它是一塊農木用地 雖然是山坡地 雖然它 它不是合法的 但是它有門牌 有稅集登記 大概屋零三十幾年了 那 總共1000多平 這邊是它的其中一個平台 它有很多平台 我們一塊一塊來看 我們走上去看 這外面 本來它有一個廁所 它已經敲掉了 等一下我們會進去介紹裡面的屋況 我們先看一下周遭的環境 旁邊就是露營區 右邊是別人的 目前都是露營區 規劃為露營區 所以我們這一間也可以當露營區 它這樣一個扇板 1000 對不對 1000 對 我們的地點又更好 因為我們的view更好 左邊是我們的 這個路也是我們的 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路是我們的 所以露營區其實是借我們的土地再進出 我們有1075坪 這是另外一個平台 這邊平台也是我們的 那我們有借給露營區再停車 因為畢竟自己沒有在使用 那個屋頂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房子 那其實啊 因為這個平台很大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屋頂加高 屋頂加高 然後 一樣可以從那個 進到屋子裡面 屋頂加高 然後進到屋子裡面 所以 看你要怎麼規劃 這邊平台也都是 這邊平台通通都是 在網上還有平台 因為它是一個殘坡地 所以是依三而見 右邊是露營區的地 左邊是我們的地 但是這裡的路況 說真的啦 沒有很好走 它的有些坡是還蠻陡的 但是基本上車子都還上個來 嗨等一下不要跑 不要跑 你要換你接手 這是我們的帥哥協力 沒有你接手 加好哥接手 不能摸上面 你就摸底下就好了 這邊前面有一個按鈕 往下一點 好 讓它持續讀秒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平台 就比較小 這邊廁所是露營區的 廁所是露營區的 進來這個門是我們的 這邊還有一個小的平台 它這個都是山泉水 跟這個露營區共用的山泉水 一年繳兩千塊而已 兩千塊 這邊還有廁所 這廁所已經年久失修 屋頂都掉下來了 所以要再花錢整理 但是花糞池 花糞池還在 在這裡 是它的花糞池 好 然後呢 我們看到 這個平台 右邊這個山林 都是國有地 整片的國有地 好 那我們 再由上 往下介紹 這邊 這邊不能下去 這邊沒有樓梯 以前有樓梯 這邊以前有做那個鐵梯 這邊以前有做鐵梯 它都 拆掉 被 被盜賣了 921的時候 那時候被盜賣掉了 本來底下也有 也有那個 那個建築物 它本來有那個 那個 鐵 應該說是那種 鐵皮屋頂 結果全部都被 被 被 被盜賣掉了 它只剩下水泥地而已 好 我們下去看看 我們從另外一邊 剛才是從這邊上來 那我們從這邊下去 好 右邊這邊都是露營區的地 好 這邊就國有地了 好 這裡是國有地 好 這個平台是國有地 那這個水塔是我們的 水塔是我們的 水塔是我們的 這個水塔是露營區的 他們借用國有地上水塔 好 好 我們的1075坪 這邊是最上面 水塔 我們把水塔放在最 1075坪的 高點 然後往下供水 這樣子 好 這邊都國有地 右邊這邊都是國有地 左邊這個平台 左邊這個平台才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看 好 下面還有平台 我們下去看 這是1075坪很大 好 小心 這邊 本來 它也是 以前他們的食堂 以前它是做寺廟 有十年 有十年期間是做寺廟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食堂 食堂 好 然後 這邊可能他們的櫃子吧 好 那邊一個平台 我們再往下 這邊還有平台 好 這邊還有一個平台 它還有那個水池 本來也有水池 就是 它本來也是鐵皮屋頂 全部都拆掉了 好 還有以前的那個 做那個兒童的油氣區 整個兒童油氣區 也都拆除了 但是都剩水泥地板 好 好 這個狗不會咬人 很安全 好 這邊一整個平台 好 那我們這個平台 平 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以 這邊可以看到雲海 好 有時候可以看到雲海 好 然後 這要怎麼出去 我先拿 然後我們 你先端出去 好 這邊後面也是平台 好 這邊後面也是平台 好 1075坪是非常大的 好 那那邊好 整片的山林都是國有地 好 整片整片的山林 好 都是國有地 延伸到這邊來 好 好 這是一個剛剛我們講的那個建築物 好 如果你屋頂好 把它架高 好 在平台上面好 也可以使用 好 可以弄個三米半 四米 好 然後 就上面的平台 可以給上面的平台使用 好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好 對不對 然後弄個那個 休閒咖啡 咖啡庭園 或者是你要弄露營區也是可以 因為旁邊就是露營區 好 這邊 我覺得應該還蠻好 還蠻好用的 好 這個不錯 然後這邊有一條 有一個階梯往下 衝往下面 但是它封起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 還是從剛剛的這個路下去 我們來下去看這個 建築物本體 這個建築物本體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擋土牆 這邊有做擋土牆 都很安全 它是兩層 擋土牆它做兩層 這以前是一個建築師蓋的 建築師蓋的 所以它對安全非常的疏重 光擋土牆就做兩層 然後擋土牆裡面又有做柱子 又有做柱子 然後灌水泥 非常的穩 所以你不用擔心921這種大地震 921隻 也還 好 鬼長好好的家 好 那我們從這裡出去 這邊可以鑽 你鑽得出去嗎 你先從那個 從這邊 我先出去 你先拿走 我先鑽出去 然後我再拿 你鑽不出去吧 可以 不可以 不出來了 好換你 我應該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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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 那個洞比較大 走開就好 好好 欸 你也出來了 小心喔 不要按到那個按鈕 好 這是臨死 蛤 這是臨死 臨死的裡巴 對 看得出來 因為我要預防他們 對啊 對 你只有答應這邊給他用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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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拿底下就好 不要拿到上面 好 我們往下走 我們去看那個建築物本體 蛤 要賣對不對 對啊 有興趣嗎 買不起 不會 買不起 他這個牆壁都新的 新的牆壁 好 這邊右邊 包括這個路也是我們的 但是呢 進來的路 也是經過別人的私人地 好 山上的土地都是這樣子 你過我的路 我過別人的路 都是這樣子 你要能接受 再來看 如果說你一定要 都要經過國有地的路 那真的難 好 不是這種山上的地 都是這樣子 私人地都是大家互相讓路 給人家過的 好 好 本來這邊有一個廁所已經敲掉了 那他這個下面有一個畫分池 他下面有一個畫分池 那個畫分池已經壞掉了 畫分池壞掉 你要重新把它做好也可以 要自己花錢了 好 但是他因為畫分 那邊畫分池壞掉 所以呢 他在那邊又做了一個新的畫分池 好 我們進來看 這邊是一個 這邊就是最大的平台了 上面的平台也很大 那這個平台 更大 他這邊有一個院子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新的畫分池在這裡 這個 這個工程 現況家屋 自己來完工 自己花錢完工 所以他賣得很便宜 現在才800多萬 好 這邊有一個畫分池 本來他這邊要做一個比較大的 衛浴 就做到一半 先弄一個畫分池 裡面還有一套廁所 廁所 畫分池也是衝到這邊來 那一個牆壁也是廁所 我們進來看看 好 這邊擺配待舉 看你要怎麼規劃 室內空間很大 我估計這個室內空間大概30坪 這個室內空間大概30坪 這個室內空間大概30坪 那旁邊這一個 剛購 剛購的這個 大概也是20坪 20坪左右吧 我覺得 大約20坪左右 這是剛購的 整個都剛購的 然後 然後 這個屋主本來就是打算 他如果沒有賣掉 他本來打算要把屋頂加高3.5米 做二樓 做二樓 然後從外面那個平台進出 從外面那個平台可以進出 二樓可以從平台進出 然後搞個這種庭園咖啡 不過露營區也很好 然後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路也是我們的 下面這個路也是我們的 然後 這個路進來 就是剛剛我有提到 他的擋土牆 等一下我來 還有路 還有路 就是他這個擋土牆是做兩層 做兩層 然後裡面 還有打那個柱子 柱子六根 防止土石流 所以 然後又灌水泥 所以非常的穩 這是建築師自己 花錢 以前 以前蓋這個的建築師 花錢自己弄 然後 然後這個屋主他買下來 本來也是要 本來就是敲敲打打 本來要自己做 我後來覺得太麻煩了 乾脆賣掉好了 所以 願意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賣掉 他四年前買的 四年前買的 我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還沒去看 後面還有平台 這就是剛剛我說那個 封起來那個樓梯 上去上面那個平台 那這邊如果屋頂 把他架高做二樓 我覺得這個空間的利用會更好 好 這邊後面就是一樣 就是一個走道 健康 可以做成那個健康步道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八百六十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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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還沒還沒還沒 我後面的話就比較露露的 不喜歡看可以自己挑轉 如果有喜歡 趕快跟我們結卡聯絡 那我們的頻道的標題 後面都有我們的電話 喜歡的話 趕快打電話給我 如果不喜歡沒關係 我們的 物件很多 歡迎 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你其他喜歡的物件 上線件的物件 如果 都不喜歡沒關係 還是要繼續訂閱下去 因為我每天都會上架新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邊 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所有的物件都是一進到底 一道未簡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就是如臨現場一樣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 滑平板 看Angel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知道 這一件是不是你要的 土地不動產房子 當然如果你的親朋好友 帶著我土地不動產房子的 歡迎幫我轉發 分享 介紹 希望經由你的介紹 我也可以賣得掉 當然有幫我賣成功 我一定會把大紅包給你 然後你們現在一定很想要知道 這個路況如何 我剛才有說路況不好 上來就是爬山 但是交車可以到 你剛才看到 他的休旅車也開上來了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想要 實際請我學長 可以嗎 看下去 然後帶一下那個路況 你方便嗎 要想我 我這個路路大概就是三米左右 三米左右 然後有些地方會比較陡一點 欸學姐 消遲 我要實際帶路況 我要開車下去帶他們 對誰 在伊亨阿 因為這個路況 對很多買方來說 是他決定會不會買的 最重要的一點 雖然這邊距離索蘭的市區 大概二十分鐘 我們看到這個底盤那麼低 他還是開上來 這個沒有帶安全帶會不會低 會嗎 會 OK 好 我們實際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有放棄 我就讓你看一下路況如何 感謝學長的全力資源 這個要打馬賽克 打什麼馬賽克 不用啦 也那麼帥 這大概就是三米路 我們往左蘭的市區開 開到大馬路就停這樣子 下山囉 說真的這個颱風天可能會比較不敢開 不會啊 台風天這邊算是內要進來 可是沒什麼風雨 好喔 不過有些那個女生開這條路 應該會比較害怕一點 第一次來的人會比較害怕 熟人生巧 對啊 大概就是三米路 有些地方可以回車 有些地方是不能回車 有些地方是不能回車 好這邊就比較陡一點 哇 這邊很陡喔 很彎喔 180度的伐家彎 喜歡開山路的男生絕對會很喜歡 對 有挑戰性 哇 連續兩個伐家彎 哇 這個路不錯 還蠻小的 這是劉璧下路營區 能插路右轉 過一座橋 開始慢慢 到這邊路就開始慢慢變大條 哇 這個少一隻腳的狗 應該平時都還追車子 哇 都還要在家 好 啊 就好 後面 有 可能 cash 可以 去 你 打 我們大概要開至少五分鐘才能夠到大馬路 不用啦這邊出去就快到大馬路了 哇這麼多車 這裡是巡農魚餐廳 哦這裡是餐廳 真的活魚餐廳 活魚餐廳 巡農魚耶 不過說真的我覺得巡農魚沒有很好吃耶 它那個味道我還是有點不太能接受 至少是那個淡水魚中 最古老的最古老的魚種 巡農魚 路有稍微大條一點 但是還沒到大馬路 快到了 恭喜你 到大馬路了 這邊右轉就是往左蘭的四驅 是右轉嗎 還是左轉 我忘記了 右轉 記得是右轉 我有點忘記了 其實我也忘記了 你也忘記了 反正這個大馬路 再到四驅大概是10分鐘 10分鐘的車程 好我們就掉頭了 這個 10分鐘左右 可以到左蘭的四驅從這裡 希望這個地點 你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 算是CP值很高的一個物件 因為 裡面有那麼大間的房子 當然 你很害怕 花很多錢整理 那個 百費賴局 你至少花個兩三百萬是跑不掉的 而且你要能夠接受這個坡度 還有地點 好 那 雖然開價是868萬 但是 還有 還有 還有蠻多溢價空間的 沒有 跟昨天信義學姐好像不是這樣講的 那都給信義學姐去溢價 好好 好的 對啊 因為他買四年 他還是 有那個房地合一水 而且他這個已經不能夠農地農用了 已經沒有農地農用了 所以他 他房地合一水是避不掉的 他有35% 熱水 的房地合一水 所以 所以你們如果有出價 有喜歡有出價 真的要手下留情 如果有喜歡的 如果有喜歡的 那請找我們一講 我們的 那個頻道表題上面都有我們的電話 當然如果你們認識我們劉家豪學長跟 跟那個信義學姐也可以直接找他聯絡 他們的服務也是挺讚的 雖然因為有些人不太喜歡我的服務 所以他們可能會私底下找你 我們都很低調 你當電話的時候也很低調 低調的人活得比較久 因為這個防重界 新風雪雨 我們還是 安安靜靜的賣我的房子 就好 對 比較不會有針針斷 還是這邊左轉 對 就是條小路進去 就開始變小路 果然還是要用爬坡的檔子 才上去 比較好上去 當然啦 還是因為我比較重 我現在已經八十幾公斤了 對 這個波 好 這是 女生第一次開會比較大 所以 有看到這個頻道的 看到這裡的人 真的 心裡衡量一下 你可不可以接受 有確定再來看 才不會浪費時間 畢竟索蘭這邊還蠻遠的 我也是不需要你白跑一趟啦 這個引擎的絲吼聲 波真的是還蠻多的 下去很容易上海就 就比較吃力一點 喜歡爬山運動的人 這個絕對喜歡 這車子在爬山 當你車子停在最高點的時候 你走下來走上去 運動 運動量就夠了 對 不過那間房子真的很大間 我看了也很喜歡 然後它還有前面的那個庭院 那個前面的庭院 那個 我剛剛忘記補充 它前面的庭院 那個泥土只有10公分 它其實底下還是水泥 它底下是水泥 泥土只有10公分 屋主是 本來只是想要種個草 草坪而已 沒有要種樹的 對 所以它底下還是水泥 硬邦邦的水泥 所以這個房子是非常堅固牢靠的 OK 好 那我們回來了 回來這間房子 真的是大宅園真的是很大間 1075坪 1000萬以內 台中午要找這樣子這麼大的房子 我覺得這間是絕無僅有 沒錯 就有景觀 我們再去看一下房子 好就是這個 下面這個泥土 實際上只有10公分厚而已 10公分厚 底下還是 底下還是這個水泥 底下還是水泥 只是要 屋主只是想要鋪那個草坪 因為整個 整個地基都是堅若磐石 都是水泥 好 謝謝你們的收看 感謝家豪 學長幫忙拍攝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洛洛等 為了要拍得更清晰 更清楚給你們知道 趕快打電話給我們 機會稍種幾次 謝謝 拜拜 拜拜